泰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尤其是泰国南部 有着不亚于世上任何国家的美丽海景 既有珊瑚礁 也有白沙滩 此外还有繁茂的森林 是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是研究大自然之地 亦是爱好大自然者的修气之地 东盟成员国家都十分重视自然资源 并视其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佛丽2546年12月18日 在缅甸联邦固和国仰光举行的东盟环境部长会议 正式宣布苏林群岛 斯米兰群岛 潘亚湾为东盟遗产公园 苏林群岛 苏林群岛 斯米兰群岛 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群 在潘亚府的海洋和沿海保护区 这三个地区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卓越价值 比如 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 在红树林生态系统和石灰岩地形 或称之为科斯特地形方面有其独特性 苏林群岛 泰国国家公园 在潜水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海底石堆方面有其独特性 斯米兰群岛 泰国国家公园 在珊瑚礁生态系统 海底石堆和大陆礁层线海洋生物方面有其独特性 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 面积约400平方公里 涵盖由潘亚市区沿着海岸直到达瓦屯市区的湿地 以及安达曼海域由42个大小岛屿组成 例如 考道岛 班尼岛 帕阿达涛岛 美莲岛 美埃岛 拉雅陵岛 帕纳岛 碰岛 红树林是在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发现的独特生态系统 范围从北方一直蔓延到西南方以及班尼岛河道的东部 红树林对沿海生态系统很重要 因为它是自然风浪的屏障 是植物物种的生发地 是生物产卵繁殖地 也是水族幼苗的苗圃 红树林中的主要植物有很多种类 例如布鲁姆红树 红树林 秋茄树 海桑 此外还有地面植物 例如水椰和厦门老鼠乐 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 还有美丽的石灰岩风景 在自然奇观中应运而生 因侵蚀产生洞穴 最终形成独特的美丽石笋和中乳石 沪蚁山是由于山岩分裂所造成的 小小的山岩滑落 底部沉入地下 上部仍然倚靠着 被视为自然奇观之一 至于铁钉山 是耸立于水中的小岛 底部被海水侵蚀成细长状 像钉子一样 该地区是一个参观和拍照的热门景点 它就是广为外国人所熟悉的 詹姆斯邦德岛 帕纳岛 位于普吉岛至潘亚的船路之间 有许多石灰岩洞组成 洞穴里展现了石笋和中乳石的奇特之美 例如蝙蝠洞、红树林洞、攀岩洞 拉瓦爱岛 在岛的西侧有美丽干净的海滩 岛屿四周拥有美丽的浅水珊瑚礁 适合休闲、旅游观光和浮浅 洞穴是海水浮水到另一侧所造成的峡洞 船舶可通过洞穴 洞穴内有美丽的石笋和中乳石 墾山位于马珠山前往班尼岛之间 在狭窄的悬崖壁上画有壁画 艺术厅进行研究后发现 这些壁画至少有三千年历史 推测是古代船夫为了逃避暴风雨 而停靠岸边时所留下的画 图案多样 比较清晰意见的 是类似海豚的图案 苏林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是安达曼海的群岛 位于泰国缅甸边境附近的潘雅府 普拉五里市 总面积约135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约33平方公里 而水面积则为102平方公里 由五个岛屿组成 如下北苏林岛、南苏林岛 利岛或斯多克岛 钢岛或巴珠马巴岛 淡岛或多林拉岛 在同一区域有多处露出水面的岩石 包括黎塞流石、法石 是最美丽的潜水圣地 亦是海洋生物如金沙、海龟的栖息地 苏林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完整生态系统的珊瑚礁 在苏林群岛普遍发现的珊瑚礁 是岸边的珊瑚礁 或称岸礁 这是真正的珊瑚礁 是由石灰岩的累积所形成 珊瑚不断堆积成大型的珊瑚礁 著名的美埃湾 是北苏林岛最大的海湾 海中生态丰富 尤其是分散在广大地区的多种珊瑚 北苏林岛麦安湾 其大型海湾中有珊瑚礁 礁的边缘离岸約200到500米 麦安湾有自然美丽的海滩 有许多寄居蟹 还可以发现黑旗交叉 有诸如海葵、海参等海洋生物和各种鱼类 能够进行的活动包括浮潜、观鸟、徒步登山和自然研究 素贴湾是苏林岛上最大的海湾 整个海滩有长长的珊瑚礁 包括了互相交错的大型珊瑚礁 和片状珊瑚礁 在海水退潮至最低时 珊瑚礁会在海面上暴露出来 离塞流石是海中的岩石堆 岩石堆的特点在于是多种软珊瑚、珊瑚枣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的处所 另外还有海龟、金沙和红鱼 时常在此兜圈觅食 是主要的深浅旅游景点之一 此外还有默肯族的海边部落 生活于波湾的南苏林岛地区 有特殊的风俗习惯 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面积大约140平方公里 其中约有21平方公里为土地 剩余119平方公里为水域 斯米兰是爪哇文 意思是九号 这就意味着有九个重要岛屿 一岛或胡庸岛 二岛或巴秧岛 三岛或巴阳岛 四岛或棉岛 五岛 六岛 七岛或巴幽岛 八岛或斯米兰岛 九岛或巴乌岛 此外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 还包括波岛和大柴岛 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具有成为 适合研究大自然的地区的潜力 是由于该岛的陆地和海底 涵盖了多种生物的社会 有大陆架的生态系统 与泰国一般沿海的生态系统不同 并且拥有包括硬珊瑚 软珊瑚和珊瑚枣 以及海底珍稀动物的栖息地 斯米兰群岛的美丽景色 包括列岛 海湾、海角、白沙滩 悬崖、悬崖和奇形怪状的岩石 在海底的自然资源 珊瑚枣和软珊瑚 亦是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的一大旅游亮点 伊岛或胡庸岛 是有白沙滩的大岛屿 是海龟的产卵地 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不允许人们在海龟产卵的季节去岛上旅行 骷髅石或布沙石 是三块露出海面的大型水下岩石 深入海面下充满了洞穴和多种类的水底生物 这是斯米兰群岛一个著名的深浅地带 四岛或绵岛是一座大岛 有着能掩蔽暴风雨风浪的地形 是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的办公地点 有淡水 岛上有美丽的弧形海湾和纯白沙滩 游客可以进行的活动包括浮浅 深浅 徒步登山进行对热带雨林的自然研究 而且在夜间也可以研究螃蟹的生活习性 此外在沙滩上还能看到泰国胡福 和尼科巴鳌 巴岛或斯米兰岛是面积最大的岛屿 有马蹄状的海湾 称之为马蹄湾或石帆船湾 有丰富的大石堆 形状如同靴子、巨龟和帆 海底有丰富的珊瑚礁 是小鱼的栖息地 非常适合浅水和天然海洋的研究 九岛和巴乌岛 是无沙滩用途的岩石峭壁 在岛的西侧有海底岩石 是最美丽的珊瑚礁地带之一 它是深浅园们所众所周知的圣诞点 斯米兰群岛泰国国家公园 是重要的深浅圣地 现在有许多游客来自泰国国家公园游玩 因此天然资源被各种活动所干扰 必须做区域的管理 以及以有系统的方式来恢复天然资源 通过研究和发展 特别是发展和安装细薄斧筒 以保护珊瑚资源 苏林群岛 斯米兰群岛 潘亚湾泰国国家公园群 被视为值得保存的东盟遗产工 被视为值得保存的东盟遗产公园资源 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永远共同保护人类财产的义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